星期一至五 中午十二點 只要挑圈908 你就可以聽到最新的908廣播劇 908製作 《零眼相看》 編劇許方齊 第十一集 tio 鈴鐺 十二十一集 十二集 從來 敏,我好像聽到這個哭聲 是你嗎… 是我 我叫你抱頭,但你感覺不到 我是 不好意思 我想我沒辦法去你們學院上班 對,我有另一個工作規劃 我會的,謝謝你們給我機會,謝謝 葉先生,我決定不租那裡了 對,不好意思 有甚麼需要我就找你幫忙 謝謝你,再見 你推了一份新工,進了新地方 將來打算怎樣 我去陪你,好不好 你怕他自殺 你不希望他去陪你嗎 我想我們無法遇到的 況且我想他好好地生活下去 他又聰明,又有眼光 很多同學都因為他的啟發才得獎 啟發對莫華的興趣和憧憬 那帶我們去找他 阿敏,依依一直有些事想跟你說 你會不會想見他 不要讓我 你會不會想過 你不會想說 你們這些話查很難再找到 還有這麼多好書 真的全捐給我們圖書館 如果你們不要 我可以捐給其他機構 真的謝謝你的善心 幸好你有跟我說 你的書的數量 我才拿了一架小車 如果不是,要車幾吋 收好你們 再次感謝你的善心 等我們大笨象圖書館開槍的時候 再邀請你們 好,希望你們一切順利 再見 那些書是她的寶貝 她既然捐了,一定有不同 她手上拿著那本 是我送給她的寶財 她上了一輛的士,我們跟著她 在這個海邊 在哪兒 你們一起來過 她帶我來寶貝學生來的 你們自己選擇你們的風水位去寫生 但記住,畫畫沒有一定規條 離海邊也不一定要畫海 就算畫畫海,是要去感覺海 她的味道,她的聲音,明白嗎 那我們看著寫生,你幹甚麼 看著你們 對,我們都長大了,有甚麼好看 你多多聲音,快點開始吧 有人改學做垃圾佬 還拿著垃圾袋,有備而來 愛護環境,人人有責 你畫圓畫了嗎 沒有,腦袋有點傷 就停一停,躺一躺 我也要做垃圾婆 我這裡有多個手套 戴著 撿一會就好了 你今天來的目的是畫畫 不是撿垃圾 是嗎 是 我一步一步地走到後面 很多和斯文的回憶 全部湧上心頭 我後悔 我真的後悔 我後悔自己太過介意洗足的眼光 我後悔自己 沒有好好地跟她說清楚 我後悔沒有正式跟她表白 我以為我們還有時間 但死亡從來不會有預告 老師… 曾老師… 曾老師 曾老師 這裡… 是… 難道我已經死了 老師 蚊… 蚊… 我終於見到你了 對不起 我一直都沒跟你說清楚 你現在可以說 我喜歡你 對不起 我不應該自已為事 我打算等你畢業才跟你說 任由你一個人在此互死亂相 其實我想等你長大 我只要你不嫌棄 我是一個疲弱古怪的大傻 我就是喜歡你夠古怪,夠特別 你怎麼可以這樣偷襲我吃人的 我不想再偷襲,我不想再後悔 我只想好好把握現在 我要實實在在地抱著你 一分鐘都不准你離開我 如果我真的天天黏著你 你一定會說我煩 你說得對 我可能會像以前那樣 忍不住督促你畫畫 好,敦你老師的樣子 我就是喜歡你暗暗沉沉 邏邏沙沙,很大叔 但是很可愛 我也喜歡你懶惰的樣子 很得情,但是很得人喜歡 你怎麼真的喜歡我 是 那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的 就算你一個人 都要好好地生存下去 我不是已經死了嗎 你這樣做我好感動 但是不要放棄自己 還有很多學生需要你 你知不知道 你真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但是我想你去教更加多的人 教會他們 甚麼是美術 甚麼是美學 你不想我陪你 我想 好,但是我不可以這麼自私 其實我很後悔自己選了自殺 我覺得自己很耐弱 沒有勇氣去面對 你是我的老師 你可不可以做一個好榜樣 好好地面對我的離開 好好地生活下去 你真是想我這樣 我想你好像以前那樣 古古怪怪 但是應該面對的事就勇敢去面對 好像一直對著我們這群 這麼不聽話的學生 都這麼有耐性 你們年輕 自然年少輕狂 我知道你們個個個都善良 教你們 是不想你們太過紫為師 好 我聽你說 謝謝你,老師 我愛你 曾老師… 你做了人工呼吸,她還沒醒 我還是打電話 醒了… 阿敏… 曾老師,你見不見了 原來是夢境 阿敏,我很想念你 阿敏,我很想念你 癶了 阿敏,很善良 阿敏,很甜靈 908製作,靈顏相看 谢谢你们救了他 是你救了他 我无法碰他,怎么救 我们无法碰他,是你救了他的心 我也觉得只有我才能指导他 我们是时候走了 你们帮我看着曾老师 我们就会了 高地姐,好好看着姨姨 阿敏 虽然她看不到你 但是她依然想跟你说几句话 阿敏,对不起 阿敏,你可否原谅我 我也说了你的秘密 我们就当打和了 他说他说了你的秘密给我知道 所以当打和 你永远都是这样的 不认输 你也是 永远都是这么冲动 你已经长大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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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毒光 又不错 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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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了 让她安心走 阿敏 再见 阿敏 阿敏 醫醫,發生甚麼事 醫生說他血壓高,所以暈倒 等他醒來再檢查一下就可以了 他平時也沒那麼瘋狂 有了寶寶 你說真的嗎 兩年前他爸爸媽媽移民去澳洲 他死都不肯去 我就拍了心口說可以照顧他 結果就弄成這樣 都不知道怎樣跟他們交代 瘋了,那個妹妹忍不住怪誰 喂,別說得那麼難聽 我的意思是,雖然是小 但是既然要做大人 就要為自己做的事負責 知不知道爸爸是誰 應該是他男朋友阿祖 還是那個經常打遊戲不頂不吵阿祖 那些年輕人當然是這樣的 難道18歲就像30歲那麼穩重 唉,到這30歲的時候 他就會後悔自己這麼早替別人生兒子 不過持有未必好 像我這樣,是遇到個好男人了 但一直生不到兒子 你給自己太大壓力了 弄得好像打仗一樣 這些事要放鬆一點 這些事… 喂,你站下去沒事了 喂,這個時候還說這些事 這裡是醫院來的 就是醫院的氣氛太屈門了 說笑而已 喂,我們的中女有甚麼好尷尬的 不是,你很討厭 如果我失去你這個姊妹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呀,你失去我會很慘的 我買了咖啡給你 你也來了嗎? 想喝甚麼我去買給你 想喝甚麼我自己懂得買 我又瘦又腳 喂,喂甚麼 我去廁所,你不要打他 你以為我不敢 怎樣?是不是很想打我 是的,聽到我心聲了 這麼多年來,多謝你陪著Goldy 你是否想跟他復合 那你贊不贊成? 你們倆的事,我贊不贊成也影響不了結果 但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 我希望你多顧及他的感受 當年他很難才站起來 你想像不到他有多難過有多慘 就算當年你在這裡,他都… 唉… 他都甚麼呀 總之呢,他是很辛苦 才捱到現在金剛不壞之身 他有今時今日,走的每一步都是有血有淚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他好 就麻煩你好好珍惜他 嗯…他都未必騷擾我 如果…我們始終沒有在一起 你幫我照顧他 唉…不用你說我也會 我會不會就看你 你 봐 我都不肯選我 不怕他 你會不會有的 你會不會有的 你會不會是我 你會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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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姨姨 召喚你幾百萬次,你現在才來? 我在醫院的時候,你在哪裡? 你的肚子怎麼樣? 沒甚麼事 高烈姐他們都知道了 公子姐都知道了,他們問我們…想怎樣 是不是應該要跟你爸爸媽媽說 表姐說,如果我們要結婚 她可以代我跟爸爸媽媽說 幫你說口說話 姨姨,我們其實還有半年就畢業了 是 其實這幾天 我爸爸媽媽一直帶我去教育展 和升學講座 那我怎樣? 如果我去外國讀書的話 我就不可以跟你結婚了 你想我等你回來? 到時候我一個人怎樣照顧兒子? 其實我們都還很小 我未必懂得當你老公 現成祖,你說甚麼? 你想我落了兒子嗎? 醫院,你聽我說 如果我爸爸知道我搞大別人的肚子 一定會打死我的 你都知道他是律師 極要面子的 還有我媽媽 其實… 那你自己呢?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 我喜歡你 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爸爸媽媽反對 我怎樣都是你們 我只有中學程度 我可以做甚麼 如果你真的肯負責任 多辛苦你都肯做 明明有得出國讀書 可以找到一些好一點的工作 過一些好的生活 為甚麼要搞到自己那麼慘? 那你搞我的時候 你又沒有問自己為甚麼這樣做 你走啊 我不想見到你 你走啊 我不想聽你說話 你走啊 醫院 醫院 醫院,你聽我說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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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死的 沒事…我們很快就到醫院了 你看我,我人生第一次坐下泊車 就和你一起坐幾個棧吧 是呀,我們兩個都要陪著你 沒事的,我等一會就打電話給阿祖 不要叫他來 不要,我就是被他氣壞 他說他要去外國讀書 不想這麼早結婚 這個臭小子 他還年輕,可能還有點亂 他根本就是愛自己多一點 他不肯負責任,不肯犧牲 現在看清楚他還沒遲,對吧? 但是我怎麼辦? 算了,我一個人怎麼照顧寶寶 有我和你表姐嘛 是呀 我們一起養大他,做他媽媽也行 真的? 是呀,我們也不知多想有個寶寶可以玩 是呀 總之生了個寶寶出來 我們也會陪你帶大他 不要怕…知道嗎? 還是你們最疼愛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i ном 펜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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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說了, 我已經照顧你 為何你不肯來這個世界 有我們疼你 我將來逗阿喜 高田 來看看她 為何會這樣? 我應該陪著她 不應該讓她一個人在家 是意外 不是意外 那你也不想的 你不會明白 那個女人失去了寶寶的感受 你們不會明白 好…冷靜點… 她只有十八歲 她不應該承受那麼多事 我知道, 但她有你們疼, 她還年輕 一定可以跨過去 我們… 我們真的去微寶的心靈上所受的苦嗎 姨姨、叔叔 你們可不可以陪我玩嗎 《零眼雙看》 第十一集 導演廖逸豪 配音曾心儀 由若甘, 連結明飾演 曾智仁, 葉保勝飾演 廖依依, 高惠燕飾演 賈斯文, 羅佩萊飾演 燃成祖, 鄧惠豪飾演 石日興, 張震龍飾演 公子君, 梁甘玉飾演 周一時舞, 中五十二時 只要燃烹980 你便可以聽聽機ittel 最新的908广播劇